疫情不止改變了學習模式 就連小一的入學申請都要拍短片 那家長又應該怎樣預備呢 一間學校的準則都不同 主要是看他給你那張面試的通告 例如拍片的內容 我接觸開的一些學校 就說要有一段中文的簡介 一段英文的簡介 小朋友說故事 例如用中文英文或者普通話去說一個故事 甚至有些可能要加上一些才藝的影片 有什麼方法可以訓練小孩子看著鏡頭 小朋友沒有大人那麼有耐性 要控制他們看鏡頭 我自己建議你拍片的時候不要拍太長 可能每次叫小朋友說一分鐘 或者分半小時就要停一停 如果家長真的想小朋友看得很好的話 你可以在鏡頭附近放一些公仔 或者一些目標物 等他就知道看哪個位 那拍片的時候又有什麼要留意呢 現在我們出不了街 全部都在家裡去拍攝 建議最好在家裡找一個 牆壁比較淺色一點 最重要是背景不要太亂 在什麼燈光下才可以拍得好一點呢 最好選擇早上陽光 比較普照的時候 千萬不要選黃昏 五六點或者晚上的時候去拍攝 如果你說要晚上 盡量找一些燈光效果 比如在光列的地方 不建議在黃光之下去拍的 因為黃光之下拍的 小朋友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精神 那小朋友的衣著又要留意什麼呢 例如小朋友穿的衣 千萬不要在家裡的時候 例如穿睡衣 或者一些很隨便的衣 如果你想不到穿什麼衣 其實可以穿小朋友幼稚園那套校服 又或者可能穿一些 Smart Castle的衣 例如一些圓領的T恤 或者一些穿衣 例如裙子不要太誇張 穿公主裙子 應該怎樣處理小朋友的NG鏡頭 好 剪完出來的效果 其實都會看得出是剪接過的 我個人建議 其實最好你段影片 就不要有太多NG鏡頭 盡量一剪過就最好 你說譬如中間停了一點 其實都不要緊的 都可以剪的 但是千萬記住 你段影片的內容 就不要太過花巧 小朋友也不要太過誇張的動作 因為其實學校在裡面看的 主要是想看小朋友的表現 如果家長未必會剪片的話 有什麼APP可以推介呢 第一個就是非常方便的APP 就叫做insort 分付費和免費的 其實用免費的功能已經很足夠了 我們最主要就是把不同的片段 加入成一條完整的片 每一個功能都很清楚地在APP的界面出現 你只用手指拉來拉去 不過要留意輸出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APP的水印 第二個就叫做filmmaker 都是很容易下載的 它裡面都有付費和免費的 就是要付了錢才可以輸出這個影片 剪接的話其實都很簡單 都是把影片拉來拉去就可以搏在一起 對比起insort來說 它就有一點點難度 對於你剛剛接觸來說 其實就難度高一點 最後一個APP就是iMovie 如果你只要有蘋果的產品 其實它是免費的 已經內置了在你的手機或者電腦裡面 手機板上它的功能就會隱藏 不會在你的界面出現 電腦版的比較容易 電腦版的功能就會在它的界面出來 而且你可以用的按鈕去剪片 精準度會比較高一點 再按鈕去剪片 之後再按鈕去剪片 再按鈕去剪圓